新闻暖暖包 新闻暖暖包 我是主播胡祥华 我们从小到大在求学过程当中 很多人都在追求拿到第一名 过去在我们暖暖包单位当中 我们也曾经介绍过许多 帮助弱势孩童学习 希望能够提升成绩的一些热心团体 可见的大家都有一成绩的一个重视 那今天我们要访问的来宾呢 是在台北市建国中学 这个可以说是台湾非常有名的一个高中 那么在这个建中当中任教多年 和一群优秀学生朝夕相处的林明静老师 在我们单位当中 我们想要请老师来聊一聊 在他当老师的这段期间 这些被外界视为资优生 他们所经历过的一些酸甜苦辣的故事 老师你好 湘环你好 各位空中朋友大家好 老师我知道您在过去的这几十年任教的这个经验 您在前一段时间也把它集结成书 那最近也出了这个第三卷 这个书名是叫学生 不过第三卷的这个副名叫做叫我最后一名 首先想请教老师 就是为什么你想要把这个书的书名叫学生 在您的那个秩序里面 其实特别提到说这个学就是一种觉悟的功夫 所以要学习 那学生的生呢 就是说要老师应该要教学生怎么样去生 就是活着这个世界的这个 这很有趣 是是是 所以老师跟我们听听看 对 我们从小到大都是 学生就是一个很寻常通俗的一个名词 就好像老师的对立面 就是学生 可是学生这两个 其实是在中华文化里面 是一个很深的一个意涵 中国最古老的一本经典叫《易经》 易经讲的其实最大的价值是如何生生不息 那就是这个生字 要生生不息就要先学生咯 所以关键这个学生这两个 在我们从小到大都从古至今 好像我们都没有特别的去 这个体会它的生意 生这个字就是一株草从土里面长出来 那叫做生 一株草从土里面长出来 它就要穿土而出 要面对很多的挑战 它才怎么样活下去 所以学生这两个字就表面的意思 就好像我们这一生怎么样学生 学着怎么样活下去 像一株草怎么样的来这个求生求活 一样 可是这两个字又有一个关键的一个字 就是这个生的前头 就一个学字 学这个字在咱们的老祖宗的念头里头 它最早的意思不是学习 它是觉悟的意思 所以学生这两个字 如果用这样来看 就是我们如何学生呢 就觉悟每个人生命的价值 这个叫学生 所以这两个字其实是我们文化的源头的第一课 所以学着怎么活 学着这个所谓的觉悟生命的价值 那有些人自我觉悟有所不足啊 所以才需要学习 才有老师这个行业 所以学生学着怎么活 学着用人文的立场来讲 学着怎么做一个人 学着怎么样觉悟生命的价值 学习生命的价值 甚至于求生的任性 然后这个所谓的生存的能力 以及生生不息的使命 我想这个学生的意涵是很深的 谢谢 所以是学习生命的一个价值 可是对于这个 像老师在这个建中教书这么多年 几十年 孩子就是他们的价值 到高中这个阶段来讲 很多人会觉得说 我就是要拼一个好的大学 对他们来讲 好像努力的方向就是这样 但事实上 您所亲也看到的一些 特别是在建中的一些 大家认为是非常滋忧的这孩子 他们所经历过的这个成长的过程 是真的是这么样 外界所认为这么样风光 这么样一帆风顺吗 所以我在想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我放大一点来讲 其实从中国旧的社会的 这种科举制度一直到今天 这个民主的离不开考试 这两个字 所以很多的成就 似乎表面上是从考试 得来的 可是很多的痛苦 也是从考试得来的 那么这个其实 我先总结来说 其实我总认为 我教了四十年的书 我们大部分的这个深深学者 都在追求人生的第一名 第一志愿 社会追求名校 名牌 名宰 这些权利富贵 点点点点点点 都在一个所谓的第一的概念底下来做追求 可是第一只有一个 其他都不是 所以我都觉得这个第一 如果我们把它放在 如果是去寻找每一个人 人生的最好的位置 恐怕比分数的最高的位置是更重要的 所以我们的教学现场 是不是每一个 一个团体 每一个老师 可以在教育学生的人生的第一课 应该是 学着怎么样的来 认识自己 追求自己的天空 比较重要 在我的教学生涯里面 在最长的时间 就是在建宗啊 有三十四年 那么 所以这本书定为 叫我最后一名 好像对社会的 对建宗的这样的一个 一致的长久的看法 是有相当颠覆的 对啊 那其实建宗学生 跟很多学校的学生 也不是只有建宗 建宗是一个缩影 也可以说是一个社会的缩影 那么其实 那么建宗所表现的 所呈现的问题 其实我们在社会上 都可以兑现 可以看得到 那叫我最后一名 这放在第一篇 这刚好 这个故事 其实给我们一个 蛮好的启示 那这是来自一个 关庙的一个阿嬷 她是种凤梨的 那她孩子 这多年前 从这个南部到别部来读书 结果因为 这个阿公阿嬷 是一个隔代教养 对孙子什么都不知道 可是对她期待很高 那么这个孩子的妈妈 这个很早就回泰国去了 就是这个 他的爸爸走了 然后妈妈回泰国去了 就由阿公阿嬷 抚养长大 可是这个背负的期待到 建宗来读书 结果她读得并不顺利 那么到了高三 她有一天不得已 就跟她阿嬷讲 那大概她良心上面 心情上面有周折 说阿嬷我成绩读不好 我一直都是最后一名 这个问题对于这个两个 这个阿公阿嬷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她什么都不知道 可是她都知道最后一名 这四个字是一个很强烈的震撼 所以她到台北来找我 事实上就是学校日 我们传统所谓的家长会 她拎了两个凤梨上来 她就提早跟我见面 她说我的孙子最后一名 她就哭哭啼啼的 那我当导致的 当然就要好好跟她开导 哪些学生怎么样的成绩 后来变最后一名 后来又怎么样爬起来 建宗学生如何如何如何 点点点 但是阿嬷始终都不接受 因为她认为她的孙子最后一名 这个是无可救药的 那么所以你就可以想象 建宗学生在这样的环境里面 其实是从中很大的压力 当然我们现在已经早就没有排名次的 我们也一直认为 建宗不应该在考试 名字上面去纠葛 因为每一个都是最好的进来 这个我们不应该 我们当老师学校也不必以此为荣 学生也因为正常的学体就行 可是社会的氛围并不是如此 学生的态度跟心情也未必是这样 后来呢 我就跟这个老阿嬷说了 最后打动她竟然是 我就告诉她 以前有一个学生啊 她在高三的时候想要 想读书的时候已经高三下 剩下一百多天了 那后来这个回去读书 发愤读书在留在学校读书 那天晚上这个跟同学借了十块钱 这个买这个洋葱面 就回到家很高兴 读了三个小时 可是她的父亲 就是我的父亲 那么在这个站牌那边等我 晚上十点半 我记得我的这个表情应该是非常的愉悦的 应该让爸爸高兴 可是我看不到爸爸的脸 他是背着光 背着这个 这个这个光 那我是面对着这个所谓的这个 那个 这个晚上的月光 那么我爸爸一个进步上前就问我 你去抢钱是不是 我说拿 我说我在学校读书 就我的父亲用闽南话很重的告诉我 你是骗校 然后两个耳光就过来了 换句话说 因为我一直都是最后渔民 因为没有想要读书 那后来这个也就这样子 孙女城上就吞下这口气努力的读书了 我就告诉这个阿嬷 那么当然书上我没有写 你看看我最后渔民 结果我现在建宗教书了 这个阿嬷的长期的这个仪团 就整个就化解了 因为 因为最后渔民 也可以在建宗教书了 所以他的孙子应该就会有着落了 所以当然这个反应 只是一个故事 可是这也是社会上普遍的 对那种名次的这种纠葛 我希望这篇文章能够 让大家有更好的一个启示 那个游戏规则的考试 只是一个片面的 也是一个阶段的 如果我们找到人生的兴趣 兴向方向 其实不是在名次的问题 是找到自己的天空 鸟找到天空 水找到鱼 就是他们最好的位置 谢谢 其实我读了老师的这本书 我其实从头几乎可以说 是眼泪没有停过了 拿着卫生纸在那边擦的了 其实这个书里面 就是讲了很多 包括像老师刚才讲的一些 隔代教养 或者是说 同学之间彼此的一个信任 会跟老师之间的一个信任 或者是说 这个成绩上面的 怎么样去追求一个好的成果 或者父母家长 对孩子的一个不信任 或者是有不 应该是说 没有办法去 有一种没有安全感 就是说孩子永远都是在一个 好像很不确定的 一个成绩的表现上面 所以对父母来讲 也是一种很焦虑的一种表现 所以其实 我想最后可以 请老师来 来最后 给我们这个家长 做一些呼吁 就是说 孩子今天 他不管是到什么样的学校 他是一个不好的高中 不好的国中 或者是说 很好的高中 很好的国中 甚至是好的大学 或者不好的大学 其实这个学习 都只是人生 这么长的一段过程当中的 一小段的一个经历 所以 父母亲怎么样去看看 孩子的这个学习 他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去 就能去接受他 不管是成绩好 或成绩坏 重点就是应该这个孩子 怎么样做一个 应该是正正当当的一个人 培养他的一个个性跟品格 这个太好了 因为我想我们做父母的 他往往会忘记自己曾经年轻过 他在年轻的时候 也是有同样的成绩的困扰 多数了 绝大多数 可是当他的角色是父母的时候 他又希望他的孩子是最好的 所以才有提早学习 过度学习 怕输在起跑点这些问题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们的做父母的 那这个我现在已经大阿公了 我想要给天下的父母亲一句话 就是说 我们不要用我们自己 现在既有的成熟的 这个这样的一个人生的一种想法 来加诸于我们的孩子 期待他按照我们的方式去走 按照我们的期待去定位 我在想这样的话 其实也就是孩子痛苦的一个因素 所以现在造成很多 大家俗称的所谓的妈宝 或者八宝 或者阿妈宝 阿公宝 其实都是过度的关心 那我们让他自己的路法 看不清楚 所以是不是 我们把期待这个部分 交给孩子自己去找自己的人生的 这样的一个天空会比较好 那么其实你关心过度 其实他是没有好处的 让孩子能够自己 有时候自己在能够承受的范围 摔跤 对人生都是一件好事 如果一个孩子在顺顺利利 这样的这个走的一生 其实那并不未必是真实的人生 进入社会以后 就可以发现 一反风顺并不是真实的人生 真实的人生 每天都是逆境 也许我们应该让他 一定程度的让他放开 放手 放心 最起码能够放长 放长这条线 可能会更好一点 是 这是我的想法 其实成绩第一 不代表他未来的人生的道路 没错 很顺利 我就说我们认识了 我们这个民主人最多的 那么多的状元 请问你我认识了几个 好像都不是状元流民 对不对 对社会有贡献 对文化有贡献 对人类有贡献 我认为他价值是长在那里 所以其实这本书 不仅仅是说 学生你看了 也许可以激励自己 就是说我永远都还有希望 我只要再多努力一点 我还是可以有 这个好的成绩的一个表现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父母亲看了之后 也许会觉得 我真的就像老师讲的 可以放心一点 放手一点 然后放长一点 这个孩子 他的这个未来 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态度 对 所以这本书 老师好像还有 就是有签书 因为我知道回想很大 就是这个排行榜的销售的排行榜 都是名列前茅的 那老师好像还有在给各地的 这些这个喜欢的读者 就有签书会 是不是最近还有一场 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对 在这个礼拜六吧 就是5月19号 上午10点到12点 在咱们新北市的 这个国立台湾图书馆的演艺厅 有一场这个大型的签书会 欢迎 因为刚好又碰到这个所谓的会考 如果有时间 有兴趣 大家就利用周末假期 我们来齐聚一堂 大家来聊聊 如何学生 来学人性 来学得更快活 那我总认为人性可以善良 人性可以温暖 多一点热情跟关怀 也不一定只是家庭需要 整个社会都是需要的 希望我们学生学得愉快 是是是 好这是在5月19号的上午10点到12点 如果听众朋友有这样的一个时间的话 在新北市中和我们的国立台湾图书馆 有这样的一个大型的一个签书会 大家可以到现场去 跟我们林明静老师面对面的聊一聊 也许对做父母来讲 这个面对孩子考试的一个焦虑 你可以有一些 获得一些疏解了 就是也许对孩子来讲 他的压力也没那么大 父母的压力其实也不要那么大 今天非常谢谢林明静老师 这是我们的访问 谢谢林老师 谢谢祥华 谢谢空中的朋友 再见 为了感谢听众朋友对新闻暖暖包的支持 林明静老师准备了六本新书 学生叫我最后一名要送给大家 请听众朋友在今天下午六点以前 到中广新闻主播胡祥华的粉丝页上 留下讯息 这个讯息是要留在右上角一个圈圈里面 有个闪电的符号 那个讯息里头 然后请您写下这本学生的书籍的副名 叫我最后一名 叫我最后一名的通关密语 那么我会在晚上的六点半中 以电脑抽出六名幸运的朋友 提醒您要在今天晚上六点以前 到中广新闻主播胡祥华的粉丝页上 留下私讯 然后写下通关密语 叫我最后一名的这几个字 我会在晚上的六点半 以电脑抽出六位幸运的朋友 今天非常谢谢林明镜老师 接受我们的访问 《愿运的声音》 不要动臨 订阅